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英姐 今天帶大家來藍士的志愛 去看看一些裝修用品 我身後的這間是B&Q 它是一個大型的連鎖中心 有很多芸藝用品 以及裝修用的工具 價錢方面就要進去看才知道 不過有些人說 它們是類似上海街 或者是高級版的鴨寮街 來到英國 香港人就要學習自己去維修家庭用品 或者是一些小的裝修 因為這裡找裝修師傅都不容易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有甚麼賣 其實我剛剛才發現 我之前有一段介紹家庭電器的影片 原來有七成的觀眾都是藍士 所以我知道藍士市場都很吸引 所以這次我就破例帶大家來看藍士用品 說真的 我在香港真的很少去鴨寮街 但是我老公、姐夫、哥哥 就十別喜歡去鴨寮街 上海街逛 每次逛一天都說未逛完 我初初都不知道 為何有這麼多東西逛 今天來到這裡 原來真的有很多東西看 很多東西買 甚麼都有的 現在看看有甚麼要看 例如家裡的普通維修、掛勾、門口的門柄 真是種類都多到我看都看不完 數都數不清 我想是藍士最喜歡看的 這裏真的像香港旺角的上海街一樣 這裏真的像香港旺角的上海街一樣 看見珠寶、手飾、眼睛發光 還有這些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電鑽 我想你們男士就很清楚了 說真的 我是女生 我真的完全不懂得怎樣使用 真是為了大家才破例來拍一拍給你們看 價錢方面不要問我貴還是便宜 你們自己應該熟過我很多了 還有這些鞋子 我老公說是穿來做工程時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個個都需要 照給大家看看 老公手套各樣東西 總而言之 你講得出的 這裏也有得買 這些鞋子其實是用來做甚麼的 用來打人的 還有這些 好像一盒盒幾十個螺絲 我真的不知道是做甚麼 不過可能就像女人的化妝掃一樣 你們看到也不明白 為何我一個臉 要有五個化妝掃一樣 這裏還有一些魚骨天線 真的好像復古一樣 我小時候就好像見過了 那你說怎樣裝呢 都是一樣 不要問我 自己想想它 那這些士巴拿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士巴拿 那電鑽 鎚子 各樣東西 價錢都是一樣 你們自己看看 合不合你們心水 那來到廚房系列 我就比較有興趣 翻一些 這些水喉 都有幾十個 那些秋油煙機 就真的很美 百多磅 你說貴不貴呢 說真的 用我就會用 但是真的價錢 我就沒有研究過了 你知道啦 以前在香港 廚房是小到死 煮完之後 整身都是油煙 想不變黃麵婆都難 來到這裏 那些廚房就真的很漂亮了 大家有看過 我之前教大家煮菜的影片都知道 如果你在一個漂亮的廚房煮菜 煮完的菜都特別好吃 讓我看看 有機會就叫我老公 明天那間屋 要煮一個漂亮的廚房給我 如果在這個廚房煮菜的話 我想我每天進去煮 都不會有怨言 這裏的櫃也不錯 在各層位 都有一些轉盤 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不用整天蹲在那裏 伸了半個頭進去找東西 看看我的價錢 如果做一個全套的Kitchen 大概有8件組合 價錢由1,000多磅到2,000多磅都有 視乎質料和你要多少個櫃桶來計算 價錢我相信跟香港是差不多的 不過它還沒計算裝嵌的價錢 不過我問這裏的員工 大概連裝嵌左右都是3,000多磅的 裝嵌的時候也會幫你清除原有的廚櫃 即是之前的廚櫃也會幫你拆賣和運走 那你說貴不貴呢 就要你們男士去衡量 女士只會用的 看完廚房之後 我們就要看看浴室 這裏有不同的浴室 大家也可以考慮想要企缸 還是用浴缸 價錢方面都是男士留意 我不知道貴還是便宜 那說回這裏的廁所 就沒有一些電子的廁所板 原因是英國限制了 在洗手間就不可以用一些高電量的電器 那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接著就和大家看看燈飾 哇這裏只是燈飾都放了幾行 我們女士當然喜歡水晶燈 女人有哪一個不喜歡水晶 那這裏的水晶燈 我看就不太貴了 都是好像香港那樣 1000-2000元港幣就有一盞 那有些可能還便宜到幾十磅 就是大概港幣幾百元都有 所以選擇真的很多 看到我都眼花撩亂了 這裏都有一些風扇是可以掛在天花板 那如果你怕熱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裝一把 那接著就會看看油 大家都很關心的了 可能來到這裏 很多時候 那些簡單的油油 都男士都要負責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不同的房間有不同的東西可以選擇 除了油油之外 你都可以選擇貼長紙 上一次我看中了一間屋 不過它有一間房 應該是女仔房 有一面牆 就貼了一些粉紅色的花花長紙 她當然是發爛爛和我說 她一個堂堂大男人 一定不會睡那間房 所以我在想想 都是要我老公搞搞她才行 還有一些地板 瓷磚 只是選擇都要很久 所以大家買屋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房子 有什麼要做 接著來這裡再看一看 有什麼心水選擇 不過這裡真的有很多給你選擇 所以你都要預算一日時間慢慢選擇 選擇到正確才為止 說了這麼久 我終於都明白 為什麼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老公 經常去鴨寮街 都去足一天都不回 原來真的很多東西看 我想就好像我看的 Hello Kitty My Melody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她會看得這麼開心 跟她一樣 她都不明白 為什麼我覺得Hello Kitty 是很可愛 今天來到這裡看了這麼久 我初一開始以為 就未必有一些適合我們女士看的東西 誰不知原來她都有一些是設計 廚房和洗手間的 我覺得價錢都挺合理 所以我也拿了兩本書 來研究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 想來到英國 做一個像我現在的廚房那麼漂亮 都可以在這裡研究一下 但是看了這麼多東西 對了大家都要記得 要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最好就按一下小鈴鐺 多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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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